本来可能成为NBA历史最草根的FMVP 却只差了伦纳德一颗罚球 2013年总决赛的丹尼格林有多神 在库里之前 收到NBA中三番的代表人物 那么无疑就是雷亚伦了 当我们形容一位球员 投篮很准的时候都会说 他简直雷亚伦附体 但是在2013年总决赛上 一位角色球员竟然直面雷亚伦 但是打出了远超雷亚伦的表现 甚至有可能拿到 13年的总决赛MVP 没错 他就是当年马刺队的丹尼格林了 2013年总决赛 由老GDP组合 带一众新人的马刺 和为美冠军热火之类对话 而我说那轮总决赛 最强细的球员是谁 并不是两边的超级巨星 詹姆斯 韦德 邓肯 金诺比利 而是马刺队此前积极无名的丹尼格林 首场比赛 丹尼格林表现平平 全场仅出售9次3分 命中4球 砍下12分 而从第二场比赛开始 坦坦会成为热火队的噩梦 第二场比赛 丹尼格林以百分百命中率 投进5G3分 随后第三 第四和第五场 在马刺柱上的比赛 丹尼格林三分分别是 九投七中 五投三中 十投六中 当时只要他一出手 球几乎就会进入篮筐 他也帮助马刺 大比分3比2领先对手 进入第六场比赛 而这两场比赛 NV出现了经典名场面 罗拉德罚球不尽 波士抢到关键篮板 雷亚伦低脚三分 那么大概率丹尼格林将拿到FMVP 他也会成为NBA历史最草根的FMVP吧